我也带你喝洋糖 是吧 小肉 这料盐就挺明白 都把肉口敲碎了 更多味 都是温度 更多的我也不想投鞋了 都看多了 都看多了 就这个洋糖吧 瞅着挺好吃 虽说这锅不能完全算是我熬的 但是我虽然有个参与其中的 比如打磨子放料我 是不是 不要工作东西 对 放我喝糖了 你别说还有点小感动的呢 是不是得加点什么调料啊 你来喝洋汤 胡椒粉 加点胡椒粉 大喽巴 给你来点 好嘞 胡椒粉 还有需要加点 你要辣椒什么要不要 需要辣椒吗 我先不吃 我要尝一个原味的 对 来点味精都行 本身它们带咸味的 这点大花烧瓶啊 对 全都都饱了 你干嘛 太好喝了 不好喝我能带你来吗 太好喝了 对 我以前也喝过洋汤 但是我就有点受不了那个洋山味 喝一口就有点腻的 但这个真的不很清淡 那到哪了 还没加一样东西吗 还要加啥呀 有点辣椒 哦 还加辣椒 来 我给你倒一样 加点辣椒 马上感觉又不一样了 非常清新清爽 加点辣椒 我可以再加点香菜 我爱吃香菜 特别清爽的辣椒 哇 再吃一口 满满的这个 叔叔 现在你加洋汤来说 你还爱喝呢 对 我们基本上每天喝 每天也都喝 对 对 对 反而也做出来 就吃早饭 就吃点饭了吧 对 怎么样 太好吃了 走吧 接着问 他们在吃啊 羊肠 还有啥 有的 还有啥 大鹅 对 那哥问你个人 你爱吃啊 你还请我吃饭 我不是 我就问你爱吃是啥 我爱吃馅饼啊 羊肠啊 汤汤水水的多好吃啊 吃这儿了 看 馅儿饼学会巨鲜丸主家 就这家 真是 你看 馅儿饼唠叨人民大会堂 就是他们说的那个 对对对 这馅儿饼肯定好吃 走吧走吧 你看蛮强的荣誉 你看这个牛上馅儿饼学会巨鲜 这是会长开的饭店 那肯定好吃 肯定就来对地上了 对吗 做哪些馅儿饼 就整过一个肉饼 这料亥足了 这个大肉饼 这个肉饼比汉堡的肉饼大多了 肯定大 不是 比汉堡便宜 这个肉饼 这个肉和皮完全是两个口感 对对对 这个皮居然是脆脆的 特别饱 嗯 特别饱 馅儿你刚喝到里边 那些肉汤了吗 对哦 太好吃了 你看我这里边 我这是青椒的 它是颜色搭配的 口吃特有食欲 对对 而且青椒的那个香气 特别的足 嗯 哇 太好吃了 我也是青椒的 嗯 咱俩吃带任务来的呀 不能光吃啊 能不能学一下 这馅儿饼咋做的呀 你俩同时学艺啊 学艺学嘛 说啊 这照片上那应该是 照时候就是 这是掌门人的吧 应该就是他做的吧 那咱找找下去啊 走 找吧 看看他在不在 牛舟馅儿饼 是辽宁十大名小吃之一 江南依童这一番体验下来 才知道面 水 馅儿 手 火之间的精妙配合 帮得这满口生香的美味 精心选择 保证了馅儿饼的质感 灵魂调料 锁住了馅儿饼的独有口感 脆生生地咬下去 饼皮酥香 内馅熟而不老 这是对包馅儿手法的考验 也是对火候的精准控制 无论是匠人手里的馅儿饼 还是每一个海城人 调制出的馅儿饼 这些匠心的传承 和人们对家乡的热爱 才是牛庄馅儿饼的 真正魅力所在 很脆的 我喝完它店里吃的 感觉会一样 嗯 这是家里的味道 导演 我们这有答案了 鲜鱼炖心肝 肥肉骨骨肉 羊腿 羊腾 锅链炖 这是馅儿饼吗 本期选议会 开啥去 你念吧 酸菜 雪肠 慢点啊 酸菜 雪肠 羊汤 羊汤 羊肉串 羊肉串 怎么这么爱吃羊肉串 锅包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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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 不解释 全是肉啊 烤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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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烤那个心管炖鱼 心管炖鱼 炖鱼 什么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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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底是驴还是驴 它是驴 我怕一个是驴 那它炖谁 两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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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就是驴 驴 驴也有 驴 驴也有驴 还有驴 羊 烤全羊 烤全羊 又一个羊 又一个烤全羊 又一个羊 烤全羊 馅儿饼 馅儿 海成馅儿饼